關愛基金近年我們再沒有主動向外籌款 關愛基金本身的設立就是流亡之魚 你們的綜援制度就是我們的起始 即是無論你在香港生活,你怎樣都好,不死得 但你始終有流亡的事情,天網恢恢,疏而不留 就是繞回它 當然另一個就是變成一個好像私人的前櫃 被某些人在玩弄,喜歡政策傾斜去哪裏 譬如在他們的糧粉裏有什麼想做的就在那裏 就是逃過我們的監察制度的一個方法 好了,算了,我算你開藥 譬如說,我們開一個特別的藥給某一個病人吃 吃了三年 人家說,其實我們對其他病人都準備不開那種藥 所以你這個藥也沒有,其他病人有另一種藥 那些人就死了 現在我給你開位 就是基金秘書處一個首長級秉級政務官偏外職位 這件事都解釋不到 我當然明白了,羅志剛也做局長 我對著對口對面說 他說,不好意思,梁國雄議員 我認識了他三十多年 越來越壞 怎樣呢?就是 一本政經典章制度 殺人如麻 毫無同理心 他說,不好意思,梁國雄議員 那些人在關卡基金裏面 我們在上兩年有跟公屋租戶交多個月租金 現在沒有了 所以他們在那邊的津貼都沒有 唯一哥 公屋的租金已經在網裏面 就是網外之人 你這樣的說話都說出 就是說,你發明這個制度的時候 是要救那些不在你網裏面的人 那你說,我對網裏面的人都不好 你就要跟著他不好 那就死定了 明白嗎? 如果在這個編制裏面的 用不著來救他? 所以你這個關外基金 是改錯名的 是錯外基金 老實說,葉太 這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已經是容官 你還要頭痛醫腳,腳痛醫頭 死不死? 我也說過很多次 你問張超雄議員 我們走到十年前 那時候我們也看到林鄭月娥 在做那個駐英專員 請吃飯 他說社交通信用 就是說外國就說 有些人在網外的 我們幫忙忙 不只是給錢 找些事情去做 是不是? 我們怎樣? 這個是exclusion 越走越遠 你關什麼愛? 你不幫人 都不要令到別人傷 你給不給時間 我當然不給他 你不幫人 都不要每一年拿出來 告訴別人 你根本就是垃圾 本來我也不想說這個問題 你坐在聽收音機的朋友 在關外基金輔助的人 你有沒有當他是人啊? 麻木不仁,殺人如麻 你們真是一般的 離譜 怎麼給他錢啊? 葉太太 我跟著再罵 即是你也是反對的 梁議員 當然反對 百分之四百反對 要不需要秘書長回應? 秘書長沒有回應? 當然沒有 一加一等於二 難道你說他錯? 關外基金就是用一些比較先導式 去識別一些服務 長遠政策 我想這個就是 真的要去回相關的 我們試了一些方法 會跟相關政策局再談 怎樣做長遠的服務 關外基金是配對的 那你現在政府就給了兩百億下去了 那配對了多少錢呢? 極之失敗了 即是這個9% 是不是? 你的商界給18億 即是說你行之無效 那句行之有效的說話收回 無效那怎麼辦? 那你就制貧稅 是不是? 他不捐 配對 你就罰他 是不是? 政府要給 儲資二百億的 就罰他二百億 你抽稅而已 那叫制貧稅 老實講 葉太 制貧法在英國 時代已經是維多利亞時代 是不是? 不是維多利亞二世一世 他早沒有 他說 他說 你現在 政策目標又不行 配對又不行 怎麼搞 第二 說回那個食藥的問題 我和張超雄都是 跟那班 受害者 開會開到8點半了 那晚我有事做的 留在這裏 又說我去關愛基金看 現在看了什麼出來 政府去到關愛基金那裏 又是母牙老虎來的 關愛基金被一班人控制住 是不食人間煙火 不是救人 救人如救火 人家那裏 主席 我要講一講 那些家屬 哭哭哭哭 說 吃藥 沒有藥吃死了 有一位女士 在這裏 講完之後 就在這間房裏 講完之後 走了 是否救人如救火 醫者父母心 那你現在不是醫生 但你控制 醫生開的藥 他吃不吃到的時候 你都做不到 關什麼愛 關人基金差不多 關人什麼事 所以你拿錢 很多人說 為何你拿錢也罵他 沒有機會罵他 難道我在走廊抓住你罵 我就藐視立法會 分分鐘 我走過來你那裏罵 就是藐視立法會 怎樣罵 在家見到你罵 就說我騷擾你 公眾防擾罪也可以 怎樣罵 只有這十多分鐘罵 說明是罵你 不用說 政府都完全 好像這個 這個標準公時 比最低公司立法 標準公時 這個最低公司立法 沒有時間表 沒有路線圖 搞什麼 萬一元 一個人三十四個半 做十個小時 翻足工 都保護不了 你政策是什麼政策來的 那些政策就是 說就雷聲大 下雨收柴 只是看你這個標準公時 已經火都滾了 天天坐車上班 都未到這裏 就已經生氣了 你可不可以 將那些消息發佈 是遲些的 大佬 早上 吃都吃不下 你想想今天有幾多個 聽到你標準公時的工人 吃本餐蛋麵都死了 會 氣頂的 主席 所有關注基層的 都是當施捨 都是可有可無 隨時拿回 那位續約五年那位先生 是不是在這裏 建功的 是不是 他來回答我們的問題 就清清楚楚 是不是 有沒有政策的執行力 有沒有政策的理解力 不是在這裏 你見過建功是有個人 就是他嗎 哪位啊 這位 歐陽力 那你又不回答 那我怎麼給你錢呢 是不是 真是有力 我現在有話可說 很簡單 未鬧完 繼續 當然未鬧完 你經常說扶貧委員會 扶貧委員會 之設立 就是林鄭月娥的 玩偶 即是在這裏玩的 要來玩具 即是表示他的能力 那你扶貧委員會裏面 搞不定 這個關愛基金授押 做不到事 他是政務司司長 下一屆還要做特首 跟著他最後那個 就叫張建宗 就是勞福局的 當然 這個民政局就是管關愛基金的 那如果 勞福局那裏做不到才有關愛基金 中間沒有溝通 那本身就是 做這件事應該是真德成的 那689 就為了卸責 就解僱了別人 就說別人 家裏有事 別人家裏沒有事 這是什麼制度 原本做好的局長被解僱了 就整個敗部復活之王 是手術界的夢想就是 細胞壞死都可以復活的 那個劉剛華 怎麼搞呢 這個官仔 你看看我們 葉劉淑儀議員 維官這麼多年做過這麼多事 坐在這裏 如果大聲一點 和你歐陽力說話 想拿你本事看看 立即妙視立法會 告訴你 你們厲害了 現在議員 大聲一點妙視立法會 又是這個林鄭月娥說 絕不姑息 成隊兵 張建宗 就由一個 這個 常備 扶耀直賞 就是因為我們的制度崩壞 好了,現在又跟著上 蕭先生 剛才說標準公事 臉不紅 氣不喘 說保障了工人 浪費時間 你做一個諮詢 爐方是直接說理你都傻 怕著撕濕自己 都很成功 現在又在罵王國健 不知道他拚不拚 說你們退出搞成這樣 那個831就是這樣 你罵我幹什麼 我們就說不跟你玩 骯髒水 突召頭淋 說回本題 現在我們就給錢 請多一個D2 去延續基金的服務 這個主旨 我看不到這個基金有什麼生命力 他有十一項 即是有四十四項 十一項 超過三年就轉 轉了做行常 那33項裏面 這個15項就沒有了 有18項繼續 現在有8項是新的 即是有26項 貧窮問題才有這個基金 這個關愛基金 是改錯名的 是反映了我們社會太殘酷 所以實在說我們的同事給多五年錢去做基金 分分鐘 林鄭月娥一上台之後 說不做這個基金 真是好笑 我想問一問 如果不做這個基金 怎樣 批了錢給你 歐陽力先生 你何去何從 突然說不做 現在我這個關愛基金沒有用 配對又不行 那怎樣 那你會做什麼 我想想想想想 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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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立即解僱了你的 編外職位 秘書長 謝謝主席 其實我們上次也提過 就是 如果你說回基金 我們現在 即剛才提到 有44個項目 曾經批過 而在運作中也有18加8個 即是有26個 我們現在預計這些項目 它最少會繼續運作去到2020年的 而基金它現在的傑存 也有接近200億 那所以我們 都幾有信心 這個基金是 未來一段長時間 講5年 都會繼續運作 所以我們為什麼需要 延續這個位置 繼續去看著這個基金的運作 因為這個位置到6月30號 就會完結的了 沒有了這個人 那個基金會不會關門 即是不能做 有沒有這樣的效應 比書長 是 多謝主席 因為那個基金 剛才也提到 就是個數目比較龐大 而影響也都大 也都 工作牽涉到很多不同 就是跨局 跨部門的協調 所以如果沒有了一個 首長級的同事去做 就是看著這個基金 那個秘書處的運作 我們覺得就是非常之不理想 因為也都 民政事務局 沒有可能是可以在現有之餘 找到其他人處理這個工作 謝謝 謝謝